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参加2023年的莫莉黑电子展 安菲诺作为全球连接器的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也非常荣幸地呈现了我们全方位的连接器的互联互通的解决方案 顺应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我们尤其在AI 在数据中心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我们隆重推出了我们新一代的解决方案 面向所有全球客户呈现安菲诺的技术实力 交互实力 全方位的为客户打造更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今年也是我们疫情开放后的第一年 想请您分享一下安菲诺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整体的表现 以及说您看到的一些机会 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从疫情开始到当下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到后疫情年代 我们在整个全球电子市场看到有两个极端 这两个极端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但是我今天很欣慰 感受到整个公平黑电子市场如此之这么多人 也是说说我意料之外 由于在疫情之后 其实大家都没准备好 在整个行业当中 哪些是新型行业 哪些是传统行业 能继续维持 可能针对国家的投资层面 我们也看到 目前还不是特别明确 这也导致整个行业 在需求方面 在供给侧 都会有一些出现一些波动 这是挑战 但机遇对我们来讲 由于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的一些 恰的GBT AI的导入 包括国内的很多芯片的兴起 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遇 这些机遇是我们 在疫情期间 没有期望看到 因为大家的沟通 没有像今天这样 大家能面对面诺斗 很多都是通过视频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诺斗 好的 李总 那我是蒙白星 那我今天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基本上 在中国的外企 都谈了很多的 就是在中国 为中国这个概念 那实际上 阿菲诺在中国 应该也是 也进入中国 比较多的一个时间了 那我觉得就是说 阿菲诺现在 对中国市场的一个 展望是怎样 还有一个在本土化的策略 你们现在是有哪些动作 这两块 谢谢 其实 你们在中国 为中国 其实阿菲诺从来 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阿菲诺一直坚持着全球化 同时也坚持着中国化 所以说在中国 为中国这个概念 可能在我们公司 并不是特别之显现 可以很高兴地分享给大家 我们全球阿菲诺集团 9万多名员工 我们ACS 38000名员工 我们在中国有3万名员工 我们的占比是90% 而驻美大使谢峰 当时到在美国 跟我们面谈的时候 很惊讶地可以看到 阿菲诺是这样一家公司 在中国已经扎根于中国 在中国已经可显性地看到 我们的投资是正确的 而且未来我们会坚持这一条路 那可能在整个大环境当中 大家会看到中国非中国 或者中国为中国这个说法 但阿菲诺到目前为止 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客户端一定会认为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形态 怎么样满足到极端事件的发生 其实我们从准确讲 从五年前 我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从研发端 从设计端 从未来的产品目标端 都基本上都本地化 所以今天在现场 你可以看到 没有一个老外 这也是一个很显性的指针 告诉大家 阿菲诺是扎根于中国 愿意为中国的企业服务 那中国的企业 怎么样跟阿菲诺服务 可以从技术维度 从商务维度 从其他的维度 我们可以全范围地去呈现 阿菲诺的价值 其实很简单的 一个数据可以体现 在疫情的年代 其实由于供应链的不完整性 阿菲诺在这一波当中 我们承载了对国内企业 做出的重大贡献 不缺料 让他们在疫情的管控期间 我们的原材料 我们的连接器 能供应给到我们客户 让他们的产品 能全球 轻易发布 尤其当时在测温系统 包括在无线通信系统 在各方面面 阿菲诺已经做到了极致 所以到后期疫情阶段 包括在不稳定的 不确定的国际大环境下 阿菲诺还是坚持在中国 扎根于中国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一个趋势 可能有一些国外的客户 对我们提出一加一的概念 我们也是应对这个 我们在一些同样的产品 在中国生产 可能在国外也有基地 但主要的还是在中国 可以从版图上来分享的话 我们华东版图 西南版图 华南版图 我们基本上是三大基地 应当说是做的是 已经生根在中国了 可能这个中国 在中国为中国 对阿菲诺这么大 一个体量的公司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但是中国是我们 一定扎根的地方 也会愿意为中国客户 也为中国企业 为中国的未来 做出阿菲诺该做的路线 谢谢 谢谢